I'm going to be only America first America first 下达第一个命令 前辈 前辈 再前辈 国际政经大小事 理财体育和生活 新闻早餐会 您爱哪一位 欢迎大家加入今天的新闻早餐会 我们持续关注蔡总统展开第二任期 然后呢 现在民众关心 在后疫情时代 到底要如何振兴经济 那么现在两岸关系如果搞不好 会不会影响到ECFA 如果美方那么挺台湾 除了口头上的支持 台湾在经贸上面 到底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好处 今天我们要联系的是 前国发会主委 政治大学经济学系的林祖嘉教授 林老师早安 主持人好 全国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听得出来 蔡总统在就职演说 尽量避免刺激北京当局 可是我们观察 他递出的橄榄枝 似乎也看不到 台海情势有改善的一个契机 老师如果两岸关系搞不好 台湾的经济状况会好吗 请教您的观察 当然会有一点困难 最主要是因为大陆 是我们最大的市场 我们对大陆出口 大概占我们出口的40% 进口占20% 加起来大概是30% 所以这个大概是一个最大的市场了 那如果说两岸关系不好 让我们卖到大陆去的东西变得不好的话 不容易的话 那对台湾的经济 当然就会有伤害 那如果两岸关系不好 那我们要加入RCEP 加入CPTPP都会有点困难 所以我们的国际市场也不容易打开 所以其实会很麻烦 尤其是两岸之间 我们有这种垂直生产链的关系 所以比方说去年 美中贸易大战的时候 让大陆对美国的出口减少 结果台商从美国的出口减少 那台商跟台湾回头买的东西就减少 所以去年我们其实卖到大陆去的出口 是减少的 所以就是两岸关系如果不好的话 对台湾的经济来讲 其实是会有蛮大的伤害的 是 现在大家最想问的是 ECFA已经签署满十年了 到底如果两岸关系搞不好 中共这边他们可以片面宣告终止吗 如果一旦ECFA有任何的影响的话 对于我方的损害会是什么 是 在这个ECFA的第十六条里面 是 签署到就是有一个所谓的中止条款 好 那这个中止条款没有任何的条件的限制 这是他讲的就是说 任何一方如果要启动 中止条款的协商的话 另外一方要在一个月之内回应 如果双方达不到公司的话 六个月之内就会自动失效 所以如果说任何一方要中止的话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那现在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ECFA里面 其实因为都还没有贸易 货贸系也没有签完 货贸系也没有生效 所以真正有影响的就是早收清单 我们去年我们的早收清单卖到大陆去 大概是230亿到240亿美元 换成台币大概是7000亿 所以这些7000亿台币 如果卖到如果说ECFA被中止的话 这些产品未来卖到大陆去 可能会被增加10个percent的关税 那对我们的影响当然很大 这是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因为早收清单降税的结果 我们目前每一年出口到大陆 省下来的关税 大概是250亿台币左右 那也就是说如果未来早收清单没有的话 我们未来卖到大陆去 单单因为课税就要多250亿台币的支出 那对台商来讲当然影响很大 那至于产业方面来讲 像传统的一些工具机啦 钢铁啦塑化啦 还有这里面的一些相关的零组件 大概都会受 因为课税而受到伤害 那另外一个非常严重的是农产品 我们农产品有18项 因为早收清单而卖到大陆去免税 那现在这些农产品每一年 对大陆出口大概是12亿美元左右 360亿台币 这对农产品来讲是很大的出口值 所以如果说未来农产品到大陆 也要被课10%的关税的话 这些农产品出口同样会受到伤害 所以其实对台湾影响还是蛮大的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ECFA可以持续下去了 最好双方不要有任何一方出来想要终止这样子 这对台湾来讲是很不利的 其实蔡政府他们也想要把鸡蛋放在其他的篮子 就是不要中国这个篮子 他们去找其他的篮子 包括新南向 然后对于CPTPP也展现出积极参与的意愿 但是就像这一次我们被世卫拒于门外 是不是只要中共出手阻挠的话 你想参与这些经贸的组织经济组织困难重重 这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最主要就是两岸关系不好 然后大陆现在在国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所以他如果在后面要做一些小动作的话 其实台湾很困难 比方说RCEP中共是成员 所以我们如果进去一定要跟他谈 如果没有大陆处理好的话 RCEP一定进不去 那CPTPP呢 CPTP大陆不是成员 所以理论上讲我们进去是比较容易 如果说其他成员愿意的话 可是里面还是有一些跟大陆比较好关系的国家 关系比较好 比方说像越南 如果我们进去谈越南 要求我们多开放一点稻米市场的话 其实我们就会很困难 然后另外即使是日本 其实我记得有一次 日本的驻联合国大使有讲过说 台湾要不要能不能进到CPTP CPTPP其实中共因素 也会是日本要考量的因素之一 所以如果两岸关系处理不好 大陆要在后面做一些小动作的话 其实我们这些国际参与 都会非常非常的困难 那WHA只是中间的例子 像IKEAO啦其他地方 都会有一些蛮大的蛮大的问题的 但是国内还是有些人会天真的以为 无论在军事或者经贸上面 美国老大哥他会照台湾会照我们 可是我们观察到除了卖武器给台湾之外 或者逼台积电到美国设厂 到底美国给了台湾哪些实质上面的利益 大家都说美国卖武器给我们 其实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 美国卖武器给我们卖的是非常贵的 对不对 有点要交保护会的味道了 台湾也没办法只好选择 但是其实我觉得在实质利益上 其实对台湾也是有蛮大影响 比方说这一次台积电被逼到美国去投资 要投资120亿美元 这个当然也可以了 我觉得对台积电来讲分散投资 可是还有很多限制 比方说第一个 美国现在对于高科技的产品 卖到大陆去 其实有很多限制 所以它中间有一个规定非常严格 就是说你如果使用到的机器设备里面 只要里面含有15%的技术 15%以上的技术 来自于美国的话 你利用这些设备生产的产品 出口到中国大陆 就必须得到美国的许可 所以台积电因为用很多美国的技术 所以未来台积电产品出口到大陆去 必须要经过美国的同意 这个其实就很严重 而且目前我们听到消息是 台积电对于华为的出口 目前还在出口了 但是9月份以后华为的订单 现在就暂停 所以其实已经产生一些冲击 所以对一些台积电的股东来讲 就会想到说我们明明是民营企业 为什么我们在国际贸易上 要受到美国这么多的限制 被迫选边站 所以被强迫的话 其实就很麻烦 不管怎么讲 大陆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所以如果有些市场被迫要中止的话 台湾这么小的经济体 能不能承受这种打击 我们跟美国其实是不一样的 美国有能力去限制别人 我们又没有这个能力 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 是 翻开蔡总统过去四年的成绩单 似乎在国际经贸整合这一块 好像缴出一张空白的成绩单 未来四年 如果真的要做出一番成绩的话 我想他应该会积极的推动 想要跟美日签订所谓的FTA 自由贸易协定 但是我们也担心 你会不会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然后争取对方的一些支持 出卖了台湾一些利益呢 这个是我们很担心的 因为不管怎么讲 政府那个时候至少跟大陆签了ECFA 有早收清单 也跟纽西兰跟新加坡都签了FTA 我们曾经很努力的想要走出去 然后我们跟美国也谈了TFA 但是那时候要谈TFA 这就因为开放美国牛肉进来的问题 有四个PVB来克多巴胆牛肉的问题 在立法院就跟当时的在业党 民进党有很大的冲突 那结果民进党很努力的 在反对美牛进来 那现在我们要跟美国 跟日本去签FTA 你跟美国要谈 我们先不要讲FTA 你想从TFA坐下来谈 你可能就要先处理 要不要开放美国猪肉 有十个PVB来克多巴胆的猪肉 跟内脏进来的问题 那这个在台湾来讲 就食品安全来讲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那个国内一定会引起很大的反弹 我觉得民进党政府敢不敢开放 会是一个大问题 这是一个 跟日本也是一样 你跟日本要谈双边FTA 或者说你想加入CPTPP 这日本在主导的嘛 日本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求 台湾要开放福岛的核食产品进来 那这个又牵扯到台湾国内 食品安全的问题 我想国内的现在人对食品安全的这个 非常非常在意 所以能不能开放这个日本辅导核食 我觉得会是另外一项挑战 那过去四年 台湾跟美国跟日本的关系 非常好 但是我们FTA的签署 或者协商根本就是原地踏步 没有任何的举动 那我很担心的 未来四年 这两个问题如果不处理的话 未来四年 我们还是原地踏步 完全全不下来 那这样是要对台湾的发展 当然是很有问题的 好 如果再把焦点回到这次 蔡总统的第二任的就职演说 虽然说得很漂亮了 端出一些比较华丽的词早 也标榜这个蔡政府防疫有成 现在国人必须要团结一心 但是大家有没有这个听到 就是说关于比方说现在一些 大家担心的议题 年轻人的低薪的状况 或者说将来台湾能源的隐忧 能源的危机 这些问题 几乎都没有在这个演讲稿当中提到 老师这些可以逃避吗 您会不会担心在将来 这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我们低薪其实已经 很长一段时间了 从2000年到现在 几乎我们的薪水 就是每一年成长一个percent 那全国平均 但是那些最低薪资的几乎都没有什么动 现在唯一有做的就是最低薪资的 每一年有往上调一点点 可是问题就是 我们现在所谓的非典型的就业 人数越来越多 那些非典型就业的人 都是领的最低薪资 所以导致我们 领最低薪资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即使最低薪资有一点调整 但是整个平均薪资 其实成长还是非常慢 就是你扣掉物价以后 几乎平均薪资是不动的 好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一定要处理 那要处理最低薪 要想办法让整个平均薪资 最重要就是 你要提供更多高薪的机会 那企业要提供更多高薪机会 就是它产品要能够卖的 更容易卖出去 它的市场一定要打开 所以我们国际化自由化 一定要做跟其他国家签FTA 然后把我们的市场整个打开 那有更多高薪的机会 那年轻人才比较容易找到 很好的工作 然后才有更高的薪水 但是目前看起来 至少在这一次的 这个就职员出送里面 完全没有提到这个 薪资的问题 那能源问题等等 都没有提到 所以这个对未来四年的发展 很难让人家看到一些 期望跟愿景 那么现在大家关注的一个 最重要的议题 就是在后疫情时代 台湾之前防疫做的还不错 但是现在就是要把 因为防疫被迫牺牲的经济 把它救回来 但是在振兴经济这一块 老师觉得现在政府的作为 是否及时 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我觉得我们的防疫做的不错 那比方说昨天 虽然说有一个确诊 但是其实已经连13天没有确诊 而且大概已经37天 国内是零确诊 所以我们国内的疫情 其实控制很好 那在这个疫情控制 是很好的情况下 只要我们边境上守得很好的话 我觉得对于我们国内的消费的部分 可以尽速的开放 因为国内的消费占我们GDP 大概也占到53%到54% 所以国内的餐饮 观光电影院 KTG这些国内的消费市场 应该赶快打开 那很重要就是我们的消费券 或者振兴券 之前他们讲这个库奉券 跟振兴券 其实我们觉得那个补助都太少 还是应该用消费券的方式 不管说一个人发2000或者3000 赶快把这个钱丢下来 让大家手上有钱 以后赶快去消费 刺激国内的经济 让国内经济赶快带动 我想这是我们现在政府 赶快要做的事情 那老师在最后做个结论好了 您觉得蔡总统还有四年的任期 如果真的要把台湾的经济给带起来 除了喊出很多的什么六大核心战略 什么五加二产业 您觉得比较务实的做法是什么 第一个我们看到就是刚才讲的 如果你能够赶快想办法解决 跟美国跟日本的FTA的问题 加入CPTG 这个马上要做 另外一个就是技术升级了 所以应该赶快把AI 5G 大数据 这些普遍的高科技的技术 普遍的把它植入到所有的产业 而不是只有那五加二产业 就每一个产业都应该把他们的技术提升 让他们走出去的时候 有更高的生产力去跟别人竞争 我觉得这两块如果可以做到的话 我们台湾才会有更多的机会 那在两岸关系上面的提醒呢 那当然还是很重要 我觉得我们ECFA应该要持续维持 未来还是应该要跟达尔维持 更好的关系才对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只能跟前国发会主委 政治大学经济学系的林祖嘉教授 聊到这边 非常谢谢老师的说明跟分析 谢谢你 谢谢